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龙 我现在在成都房车展 这个房车展在西部国际博览城这里 今天小薇他让我重点关注一下皮卡房车 因为小薇他很喜欢看皮卡房车 而且他觉得皮卡房车 越野性能以及通过性能 都比一帮房车要强 然后我看到这边有一个皮卡房车的展位 我们先去看一下 我现在来到了皮卡房车这里了 你看它的车顶是很低的 估计能下低库 这是他们的宣传图 看起来挺酷 从外观上看得出来 它是一个单排的皮卡房车 然后在这里有一个储物的 储物空间 后边这里还有一个储物空间 这个储物空间很大 贯通的一个储物空间 然后看看后边 这个后边应该是空调的一个排气扇 上面开了一个窗 外推窗 然后在这侧边还有两个窗 这里就是刚刚贯通的储物空间了 我现在找了他们工作人员来介绍一下 这辆车 这是台国武的 国武的话是个四座车型 是不是 这后面两个座椅 这个座椅是我们自己装的 我们国武是只有四座公告的 四座 对 这边就是一个卡座 那么现在平常要用卫生间的话 对 我没看到卫生间了 对 卫生间是隐藏式设计 在背后 这里是有一个软帘 我们有几种卫生间 有几种扩展的方式 一个是看到软帘 还有一种是硬的 就是木质的墙面 这一款是软帘的 这是软帘的 对 这里有个窗帘 可以放一个便携式的马桶 在侧边 在那里 我看到便携式的马桶 平常这卫生间不用的时候 可以给它推进去 对 这边也有帘位 什么的 它水会不会溅出来 软帘的话 自己使用的时候要注意一点 如果是那边那台硬的 那个就完全不会 哦 这样子 这样子 好的 这边是沿山的床 这个床是多大 能说一下尺寸吗 这个床是1米1乘1米9的 1米1乘1米9 对 但这边要宽一点 这边的话是有1米3的样子 然后那里有个窗 对对 外推窗 那里有个外推窗 那边就没有 这个是家用公调 家用公调 变频 是吧 是那个定频的 哦 定频的 哦 家用公调好 家用公调的效果会好很多 它智能制造效果很好 而且这是标配里面就含有的 对吧 标配里面就有 我们现在这台是低顶版的 低顶版 外高的话 总高是2米25 然后内部的内高的话 只有1米6几 1米6多少 大概是1米65的样子 哦 然后那台高顶版的内高是有1米8 嗯 等一下 我拍一下我自己 我拍一下我自己 1米65刚好顶头了 嗯 刚好是1米65的穿上鞋子 就刚好可以站起来 嗯 这刚好适合我去开吧 哈哈 然后呢 这个是什么呀 这是个燃气热水器 燃气热水器 哦 还有个热水器 洗手池 电池 嗯 这个是排风的 对 抽吸扇 嗯 然后下边是什么呢 就是一些储物空间 都是储物空间 那边也是储物空间 储物空间 这边有冰箱 哦 你们这个冰箱多大呀 这是个50升的 哦 这有个冰箱 然后它上面还有个置物柜 这个东西 这里能放东西的 这个是低顶的 低顶能下地库吗 是多高来的 你刚刚说 2米25 应该可以下地库吧 可以下部分地库 哦 部分地库 但是不能保证 全部能下 嗯 还是很好啊 这个顶 至少它们在这里能够直起来 哦 它的低顶板跟高顶板 哦 这个是空调开关冰箱 这些都在这个控制面板能控制得到 到这个水 床楼灯 主灯 灯带 这种 换围灯 这些还能看得到这个电量 你们这个车 它是能睡三个人 对吧 对 哦 三个人 那配置 配置是多大呢 就是水电 水电这块的话 铝电池是600安 然后太阳能是600瓦 水的话是120升的进水箱 哦 这个配置都挺好的 然后利便器是3000瓦的 哦 你们这个都足够三个人生活了 就不用改了这个配置 对对对 这配置 我们这基本上标配就是顶配 就是说 几乎不用再花钱 再增加其他的额外的东西 就能够保证日常生活 嗯 确实是 你这个配置是挺好的 然后这个窗子不是外推的 这是侧拉的 对 那边的侧是外推的 嗯 这侧拉车也挺好的 它可以行车可以开 对 行车可以开 这边还有个 这是不算床了吧 这是储物空间了 这电视 然后你们这个发动机 是柴油发动机 是吗 多大排量 国五是2.87 国六是2.07 哦 国六是2.07 那价格上的差异是 在这个的话 国六比国五贵2万块钱 也就是 就是说 新闻汇下来 国五是27万8 国六是29万 越野的 而且它这个顶 低顶 就是重心低嘛 重心低 它是 它不容易晃 在行车过程上 它不容易晃 高速上行驶非常的稳定 像我一般跑个 123 134 没问题 然后结束的话 可以跑到接近 160 嗯 而且能应对很多路况 对 对 各种越野路况 这些都可以 对 然后包括高速上的侧风 对这个车的影响 也相对来说 要小一些 嗯 因为它低顶 它的风阻也很小 风阻也很小 这是主打越野的一款 皮卡 车 单排的 达通T60 原批的 这就是电动 遮阳棚 电动遮阳棚 对 它这遮阳棚是电动的 而且我们这个是 陷进去的设计 它不是挂在外面的 哦 那你整个箱体 它是没有缝的了 就是一体成型的 像汽车的 这个遮阳棚 它是挂在外面的 对 对 而且我们这种 就是陷进去的 它相对来说 也跟安全一些 你看 刚刚他提到 就是整个遮阳棚 它是陷进去的 那相比起 其他呢 它是 它整个车厢啊 都是一体成型 它是没有这个接缝的 所以说 它就不会存在漏水 这种情况 这边有床 这后面有床 车边也有很多床 而且他们采用的是 家用空调 这个是外机嘛 家用空调 相比于 汤车 装用的空调 真的是效果会好很多 然后在他们贯通式的一个储物空间里面 它这里就是有一个外置厨房 拉出来就有了 它这外置厨房是用燃气的 它那里有一个有一个燃气的一个孔 可以放燃气罐 多少升的 升的一个5公升的 哦 5公升的 它这里可以放一个5公升的燃气罐 还有没有 你们这个价格还有再优惠吗 还是说就已经是 展会的最优惠的价格 对 就是展会的最低价 我刚看的这一辆 他们这个低顶的皮卡航车 价格是27万8 然后它是市区的 分市市区 760 大宋760底盘改造的 单牌皮卡 我感觉特别不错 因为它这个顶特别的低 重心特别的稳 然后里面的配置都是一步到位的 包括这个家用空调 然后还有水电 这些都是一步到位 很适合就是出去越野 喜欢越野的那些车友 把这个开出去 当然了 它这个车内的高度是1米 6五 像我这样升高的话 就刚好够的 如果超过1米 可能在里面就站不直了 那么除了这个低顶的 它这边还有一款是高顶一些的 这个当然也是单牌皮卡 我们再请它给我们介绍一下 再麻烦你介绍一下 这是在高顶的房车 总高是2.48 也可以通过绝大部分的 2米5的限高区域 2.48 然后这是一个6座车型 平常的话 这边是一个对象卡座 行车途中的话 这个座椅是可以的 这些都可以就是说乘坐的 所以总共是个6座车型 6座车型 这个可以转过来的吗 平常吃饭的时候 就这样放下去就行了 就这样放下去 对 也有垫子 可以给它垫更一点 那么就是 平时吃饭 它就是这样子的 对象也要卡座 哦 然后这个卡座 是可以拼一个单人床的 就是这个 也是可以拼成单人床 这也是可以拼一个单人床 这里就能再是一个人了 对 我看这个空间还挺到这里 这个床就可以是一个人 对 这里也能是一个人 它长度是1米9 宽度是1米1米1 对 这次可以是一个人 然后这个 这个车的 接受这个车的 这个车的卫生间的话 是在这个位置 是隐藏式的 隐藏式的卫生间 我觉得这个很特别 我在其他的房车 都没看到有隐藏式的卫生间 一推开 这样子就关门了 对 然后打开 里面可以洗澡 然后这边 这台车没错 我们那台车的话 在这里是有一个窗门 里面可以分个便 写是马桶 这是可以做的 也就是说 但是你放进了马桶 你怎么关门 就是这个 就在里面就可以用了 这个门怎么关 这里有个门 这里有个门 门开 对对对 这里没有开对吧 这里没有开 它是有开动的 然后那个马桶 变式马桶 能塞进去 然后这边也是有锈台 然后有电池炉 有热水器 有一些储物空间 底上都有柜 这边是双冷床 也是1米1的一个双冷床 1米1成多少 成1米9 成1米9 也是一个交用便宾空调 对对 也是一个交用空调 有格力的 小一匹的空调 这个空调好 嗯 这个是 这是一个衣柜 哦 衣柜 对 那么有些客户 我们有些订车的客户 在这个地方 他会给 叫我们给他改做一个 100升的大冰箱 高度在这个位置 你们现在的冰箱 还在这个位置 现在是在那个位置 是一个50升的小冰箱 嗯 你们这热水是 热水是燃气的 哦 燃气的 嗯 燃气的 嗯 这是不存在什么热水 那个 油机了 嗯 对对 他现在把这个 周围往后移 对 他这个厕所 就隐藏起来的 可以吗 电视的这个 是几个人 这边可以睡两个人 这边可以睡一个人 然后这个 三个 然后这边可以睡一个人 四个 能睡四个 今天有没有报废气 报废气 报废气 没有没有 这个车总高是 净高 净高 净高是2米48 然后内部的话 是最高点 是1米8的高度 嗯 嗯 我现在坐在他们卡座 这里还挺舒服 位置很宽敞 这个位置实在宽敞 然后呢 他们这侧 侧边的外推窗 十分的大 看风景很合适 主要是他这个内高 有1米8了 就完全就可以占一个成年男性 没问题 不像我这个 刚刚去那里还刚好合适 那来这里还都多了 而且他这个隐形的厕所 这是在其他 你们是有专利啊 这个是有专利 这个设计很特别 我是没见过 就是说我们不用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厕所折叠起来 用的时候再把它拉开 这是一个能够 腾出很多空间 给这个卡座 所以说我们坐在这里 都不会挤的 是个人的卡座这里 这个车的配置方面 就是水电 600W的电电 水是130 对 130 123 123 然后有600W的太阳栏 这太阳栏真的 有3000W的电电器 我再看他们的宣传片了 同样的 他们也有配的一个电动的遮阳棚 然后还有个LED灯 外灶灯 2.0T 国六 国六 2.0T的 这大通T60的了 它这个是6AT 手制一体的变速箱 侧面也是 这些 储物 跟刚刚那样测试差不多 只是它这里有两个 要加尿素 一个是柴油 一个是尿素 加入口 它国六的要加尿素 那这个呢 这个是插电的对吧 插电的 充电桩 你们这台车售价是多少 这台 29万8 29万8 活动价 原价是31万8 活动价是29万8 感觉配置方面很好 这台车 而且它适合去越野 它这个皮卡 首先它动力 足够了 2.07 其实它是 这个 高度比较低 2.48 重心也低 所以说试着去越野 两台越野皮卡 我都看了 第一台是2米2多的一个高度 然后第二台 它是2米48的一个高度 两台都能过这个3米以内 或者2.5米以内的这个限高杆 而且它们这个高度比较低 所以它重心也比较低 走的会比较平稳一点 它是皮卡 所以说它的通过性能 应对路况 也是更多的 所以说 小微 他让我重点关注一下 这个皮卡房车 之前我们开那个皮卡 托夫拉苏的那个草原 然后一路上要爬山 涉水 走各种烂路 当时我们就是体验到皮卡 这个越野性能 真的是比一般的房车要好很多 真的是好很多 今天拍的这两款 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 我自己感觉是 在配置方面是很好的 相对这个价格而言 也是性价比还是可以 因为它已经把那个配置都已经 包括太阳能 这个水电 都已经能满足我们的这个需求了 这个越野皮卡房车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接下来我去看看 还有哪些其他房车 可以去了解一下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